小女童带着两个弟弟熟门熟路的在游戏场打游戏 三个孩子结伴打电动杀时间 身旁没有大人陪着 姐弟三人身上都背着小钱包 想玩什么自己投币自己选 女童说爸妈都在上班 只好自己带着弟弟们来 但机台上的画面打打杀杀 这样对孩子真的好吗 实际在场内走一遭 游戏区说普通级还有限制级区 尽管有类告示分区隔开 但都在同一个场域 进出人是复杂 落单的孩子要是被有心人盯上 危机四伏 游戏场店内张提告示 普及区也禁止15岁以下学童在上班时间进入 但场内却很常见 爸妈带着孩子打游戏 而且就在下午两三点 跟在家长身旁的孩子们身高顶多120公分左右 不但很容易被打心机台倒在身子 这场游戏场内死角多 除了家长也只能靠工作人员紧盯 没有满15岁的人 当然在这上课时间 你就必须要在学校上课 所以就算有家长带着 你也不能够在你该上课的时间 在这边逗留 依照宣经法规 就算是普通级的电子游戏场 未满15岁者在上课时间进入逗留 可罚业者20到100万元 但罚钱是小 孩子们游戏时的安全 谁的难关 一天都是配料可笑话 可是你都可以做到了 你似乎你 很棒 你都可以做一次 你俩這麼久 你俩好 你俩成功 你俩都可以做